第二百五十五期 杨如新将巨蟒离进了空间 干搁一刻钟之后 这才出了庄子 三爹,辛苦了 哎呀,你这丫头,没事吧 方德华这才松了一口气 没事,你出来 三娘他们不知道吧 不知道 你走之后 我就说有公务 就等在了前书房 你跟娘跟你娘他们聊得开心 不会发现的 杨如新点了点头 她可不想让她娘知道 她在做什么 那是一个藏不住事的 也顶不住事的女人 如果知道自己涉险的话 还不得哭死 她一哭 别人的日子也就不用过了 接下来就是衙门的事了 迅速地查封了整个庄园 只是奇怪的是 除了他们救出来的四个孩子 别的什么也没找着 这十分的不正常 肯定 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 杨如新的眉头皱了起来 会有直觉 这里面绝对不会只有这四个孩子 死侍位子之前也说过 一般都是三天 就会有人送人去回春堂 回春堂如何将人送走 就不得而知了 大小姐 抓了个活的 就在此时 杜娟跟影三 一起拎着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一下子扔在了地上 杨如新看了 笑了起来 竟然是回春堂的那个小伙计 不过此时 那小伙计却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早就没了之前的齿高气昂了 说 那些孩子们呢 方德华历声询问 小伙计虽然瑟瑟发抖 却还是摇着头 大人 小的不知啊 张嘴 捕头谢盏飞上来 啪啪就是两巴掌 小的真的不知道啊 这小伙计还挺硬气 没关系 杨如新掏了个小瓷瓶 扔给了谢盏飞 谢捕头 将这个撒到他的身上 哼 但愿他的骨头 能一直这么硬 谢盏飞点了点头 打开小瓶子 将里面的水 撒到了小伙计的身上 小伙计刚开始 还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就开始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开始浑身挠着 却根本没什么用 裸露的皮肤都抓出了血 却感觉更加的痒了 哼 如果不说 两个时辰之内 你就可以自己 将自己抓死 姚如新冷笑了一声 哼 其实你说不说 都无所谓 既然找到了地点 就算绝地三尺 也会找到人的 可是你 我 我说 小伙计可不是死士 也不过就是硬气一下而已 此时这样的生不如死的感觉 他哪里扛得住 姚如新这才塞了一颗药丸过去 这个庄子里的人 我不知道在哪儿 但是刚抓来的 都在回春堂的地下室里 快 回春堂 姚如新的脸色忽然一变 胡青衡一点也不磨蹭 抱着他 直接翻身上了一匹马 朝着回春堂 急迟而去 身后的人 急忙也跟了上去 此时的回春堂 早就没了以前的奇症 到处都跟被打劫过似的 伙计们早就没了 地上 还有两个伙计的尸体躺在那儿 顾不上这些 姚如新跟顾清衡 按照那伙计说的 到了古达通的卧房 果然 其中的一个博骨架 移开 出现了一个地道口 属下先下 杜曼走了过来 你们都不行 这里面 万有毒气 你们都扛不住 杨如新摇了摇头 我带着小绿小银 没人能伤得了我 行 我先下 万有暗器 顾清衡 你不是相信我吗 那就坚定的相信 我不会被任何暗器伤到的 杨如新握了一下顾清衡的手 等我的消息 你们得下来 顾清衡还想说什么 可是杨如新却已经走了进去 连火把也没拿 杨如新的速度很快 进了地道口 走了老长的一段往下的涌道 忽然就变得亮堂起来 两面的石壁上 竟然燃着两盏油灯 此时那油灯冒出的烟 却是毒烟 救命 救命 此时旁边的石室里 传了微弱的求救声 杨如新不敢耽搁 起码将油灯灭掉 从空间里掏出自己之前 自制的火把点着 还掏出一节香点着 这香也是道虚子研制出来的 具有一定的解毒功效 很快 那些被毒气熏得呼吸困难的人 开始平稳了下来 杨如新这才发现 下面竟然有四个石室 里面都灌着人 可能因为毒气释放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里面的人并没有全部出事 却也有不少已经昏迷的 刚才求救的是一个看上去八九岁的少年 看见杨如新一脚将石室的铁门给踹开 顿时露出了一个虚弱的笑容 求 求救 我 妹 妹妹 说着 指了指对面 杨如新正在发现 这个石室里都是男孩子 而对面全是女孩子 不由的点了点头 别急 都会没事的 你要是能动 就赶紧自己出去 杨如新一个人 带不了许多人 只能进去 先将两个已经昏迷的 最小的小女孩抱起来 冲了出去 而之前的那个求救的男孩 也抱了一个略大一点的女孩子 跟着亮亮呛呛的跑了出来 是 顾清和几毛伸手 将孩子接了过去 里面关了不少的人 应该是他们逃跑的时候放了毒气 好在毒气燃放的时间不长 杨如新的脸色有些难看 掏出一个瓷瓶出来 让进去救人的人 每人喊一颗 说完 转身再次进入了蜜道 顾清行招呼后面的人 赶紧照顾已经出来的人 然后也跟着进了蜜道 其余的人也急忙跟了进去 很快 衙门的人也到了 总共从地下室 救出了48个人 其中28个是孩子 另外20个都是成人 虽然他们来的算是及时 但是毕竟有的人抵抗力弱 所以就算有道须子研制的 且毒药丸 可是还是大半都昏迷了 就算还清醒的 也都是十分的虚弱 更让人难过的是 有六个直接没了呼吸 其中四个是孩子 两个是大人 而那四个孩子里最大的 看上去也不够五六岁 最小的看上去也就两三岁 就有之前杨如新率先抱出来的 那个小女孩中的一个 看着那被放在地上的小小身影 杨如新不知道为什么 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刚才 看着那些小孩子 蜷缩在时室里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舒服 此时就觉得再也控制不住了 星儿 顾清衡伸手 将杨如新揽进了怀里 没事了 顾清衡 杨如新伸手 抱住了顾清衡的腰 将头埋在了他的胸口里 他们还那么小 那些人怎么下得去手啊 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可是 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 好好地感受一下这个世界 就这么没了 周围的人也都红了眼眶 顾清衡轻轻抚摸着 杨如新的后背 那些人 才最该死呀 最该死呀 放心吧 总有一天 会将他们一网打尽的 顾清衡点头 到时候 一定将他们 千刀万刮 杨如新哭了一下 将心里的郁闷 发现了出去 也就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这样的事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只有找机会 将那些恶势力铲除了 才是最主要的 谢谢姐姐 此时 之前求助的那个小男孩 走了过来 跪下给杨如新 磕了个头 七姐 你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你的答案 我一定会报答的 杨如新笑着 伸手将小男孩 拉了过来 我不用你报答 只希望你以后 能保护好自己 放心吧 方大人 会送你们回家的 说完 又摸了摸 小男孩的头 你是个好哥哥 然后 跟着顾清衡 转身离开 接下来的事 有衙门的人 他们也不需要 待在这里了 小男孩 盯着杨如新的背影 暗暗地 下定了决心 我以后 一定要努力 让自己强大起来 父亲说过 滴水之恩 要永泉相报 姐姐不需要 是她的事 将来 我一定要报答她 杨如新自然不知道 已经被小朋友 将她当成了女神 而是被顾清衡抱着 一阵乱飞地 进了方家 没想到 刚进院子 就从屋里 跑出了两个 小萝卜头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觉 杨如新皱起了眉 大姐 你没事吧 三妻儿一脸担忧地过来 将杨如新上下 检查了一遍 大姐 大姐 我知道你是去办大事了 我也不问你做什么 能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二妮儿抹了一把眼泪 放心吧 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没事 我们都没事 杨如新笑了笑 回去睡吧 有几个影位受了伤 不过都没伤到要害 也就是遭几天醉而已 不需要太担心 回去吧 你大姐累了 古清衡也冲两个人 摆了摆手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热水 你们赶紧洗洗的睡 三妞儿指了指 院子里的小造访 真贴心 你们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一会儿啊 天就亮了 杨如新原本 以为自己会失眠 结果躺下之后 竟然很快就睡过去了 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天色 已经大亮了 七姐 你醒了 宇清哥的脸凑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呀 杨如新吓了一跳 其冒将被子扯了一下 你这反应 很伤人知道吗 宇清哥翻了个白眼 哼 就跟你有的 我没有事的 杨如新一头黑线 不过却还是笑了 这个嘛 还真不好说 你什么意思 四面的意思呀 杨如新坐了起来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我没有 比如 这里 杨如新指了指 我说的是脑袋里面的 里面的 宇清哥 露出露出了笑脸 是该你问的 我怎么不能问 而且小风少爷 拉去前厅了 杨如新也算是松立口气 这说明小家伙没事了 那小子如果加以训练 像是个不错的 像是个不错的 像是个不错的苗子 顾清衡 由衷地说了一句 你打算训练他 杨如新皱起了眉 还得看到自己 愿不愿意呢 你没发现 他的愈合能力 要比常人强吗 杨如新 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他倒是没有察觉 可是顾清衡 从来不是个 瞎说的人 那么就肯定是 发现了 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那就 只有机会 问问他吧 两个人说着话 走出了心园 就遇到了喜乐区里 走出来的 郁清歌和方天泽 一个趾高气昂 一个低着头 恨不得钻地缝 而后面的流光流云 却是一脸的偷笑 小儿 杨如新叫了一声 郁清歌却忽然抬头 一把甩开 拉着他手的方天泽 几步就冲到了 杨如新的跟前 一把抱住了他的胳膊 姐姐 好了 你们先走吧 杨如新握住了 郁清歌的手 方天泽想说什么 却被顾清衡一把 给拉走了 郁清歌 老实说 你们到了哪一步了 什么哪一步呀 别打马虎眼 这如果是在二十一世纪 我可能不会太担心 但是别忘了 这里可是古代 万一 嗯 抱抱 亲亲 嗯 许刚刚 会怀孕吗 郁清歌此时 反而淡定了 杨如新扑吱笑了 伸手弹了一下 对方的脑门 还好 是那小子说 没成亲 不能碰我 否则就是对我不负责任 郁清歌叹了口气 那不是说明 那小子是个有担当的吗 你该高兴呀 我是想高兴来着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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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刚才 他想闻我 快要窒息的时候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点记忆 哦 郁可儿的记忆吗 杨如新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嗯 但是冒出来的记忆不是很多 就一缓而过 却让我知道了一个事 那就是这个郁可儿 好像有个未婚夫呀 什么 未婚夫 杨如新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终于知道 这一个脸皮比自己都厚的丫头 怎么可能跟泽儿亲热一下 就羞得抬不起头来呢 这哪里是害羞了 这根本就是 在担忧呢 姐姐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郁清歌一脸的愁容 那狗屁未婚夫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是个什么鬼 要是一辈子也运不到就罢了 可是万一万一到时候不能侨幸 那要不然 为什么偏偏 我就忽然想起来了 哼 哎哟 你现在竟然会思考了 杨如新雀吃笑了一声 可是郁清歌 你过来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是两年了 马上就要三年了 郁家人可找过你 你那未婚夫可找过你 你不是也说过 你干爹曾经带着你 在那附近住了好几个月吗 不是 也没人寻过你吗 那么 你有想过当初这个郁可儿 为什么会落水吗 郁清歌顿时瞪大了眼睛 对啊对啊 要不是我过来了 那郁可儿就算被干爹救上来 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才十二岁的小姑娘 气得当初身上的衣裳 还是那种丝绸的 她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孩 怎么可能落水 没人救呢 我琢磨着 这郁可儿的身份 可能不一半 很可能牵扯了一些 家族隐私之类的 哎呀姐姐 我也怕那些窄斗手段 出现在我身上 郁清歌摊了摊手 所以就想着 要是能查到底细就好了 可惜 可惜 你一点记忆都没记成 根本就不知道 这郁可儿是哪里的人 更没有任何的口音 所以想查都不好查 是吧 郁清歌更郁闷了 查不到这个身体的情况 他就不知道到底 有些什么事会发生 就更不知道 要怎么应付 好了 你虽然占用了 人家的身体 但是 你是郁清歌 我是郁可儿 杨如新不忍心 看他难受 只能继续安慰他 郁家跟你 就没关系 就算他们找来 你不承认 不就得了 郁清歌叹了口气 虽然点头认可了 可是晚饭吃的 还是没精打采 袁孟竹这些天 一直跟郁清歌接触 说实话 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丫头 就像新儿说的 如果他跟子儿对眼 那能成为一家人就很好 当然 如果两个人不对眼 就再收个闺女就是了 反正郁清歌也没有家人 到时候 可以天天住在家里 这丫头的性格也讨喜 每次看着他 都能笑得合不拢嘴 可是此时 小丫头黏了 他第一个 就受不了了 清歌呀 怎么了 是不是那小子 欺负你了 袁孟竹一手拉起了 郁清歌 还瞪了自己儿子一眼 方天泽 独酷地眨破一下眼睛 自从这丫头来了之后 怎么感觉自己就像捡来的似的 偏偏现在 他被新姐姐给调理的 身体倍儿棒 想要装个病 那是不成的 我没事 郁清歌倒是 没胡乱指派方天泽 急忙摇了摇头 他 他挺好的 说着 也看了一眼 方天泽 小脸 微微地红了 那 袁孟竹 还想继续问 哎呀 袁怡 我不瞒你了 我之前不是落水失忆了吗 我就一直当自己是孤儿 可是 可是刚才脑子里 忽然闪过了一点消息 可能我不是孤儿 可是 我又不太清楚 所以 我就有些纠结 有些烦恼 郁清歌就不是个 能一直纠结的人 起猫抱住了 袁孟竹的胳膊 不好意思呀 让你们担心了 哎呀 你这傻孩子 咱们是一家人 道什么歉呢 袁孟竹摸了摸 郁清歌的脑袋 现在赶紧吃饭啊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天大地大 吃饭睡觉最大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到时候 真有什么麻烦 不是 还有咱们吗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